还是跟房市有关 我们的独家消息只要来看到 这是有建商买下了房甲商圈黄金地段 要来盖大楼 甚至推出了一到三年免息的优惠方案 就是要促销买期 台中房甲商圈寸土寸金 有建商买下这个黄金地段 准备盖大楼 但八月底央行请国内银行自主管控 不动产贷款总量 被外界解读是现代令 让近期要买房的民众一个头两个大 在这个房贷议题相对敏感的时期 传闻就有建商推出一到三年免息的优惠活动 要来促销房市 那对于想要买房的民众也相对比较好入手 他怎么样在高价的范围内让群众买单 他可能就是要有一些利夺 所以他这个案子才开案 潜销没多久就玩笑了 建商推优惠吸引购物族进场拉抬成交量 但之后的款项若并入开工款 工程期款等等可能导致付款压力增大 消费者针对每一期要付的工程款 还有最后的尾款要付多少 还是要想读合约的内容 那仔细的去评估 尽管行政院强调没有现代令 但近期民众跑银行借贷 明显有感难度大大提高 消费者要如何自保 避免违约危机成为课题 房贷市场近期 出现短期降温 建商推优惠旧房市 消费者也应该提高警觉 前合约前睁大眼睛看清楚 接着 明显将智南赖文良台中报导